闷热 窒息 让人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尸袋并没有完全的密封 留下了一些缝隙用来让空气流通 毕竟阳间还要呼吸 虽然成为了遇鬼者之后不知道会不会憋死 但这种事情还是不要轻易的尝试比较好 待在尸袋里面并不舒服 只是为了自己的性命着想只能忍耐了 现在 谁知道外面到底有多少只鬼了 光是遇鬼者就死了三个 他们身体里的鬼肯定是被放出来了 除此之外还有那病鬼 凶鬼 无头鬼影以及张一鸣和张涵两个人 现在这个黄刚村就成了一个厉鬼的聚集地 想要在这种地方活命已经不现实了 靠分析什么行动规律 杀人方法也不顶用了 恐怖级别太好 超过了能力范围 阳间在尸袋里面的浑身是汗 黑暗的环境之中只有自己沉重的呼吸声 外面安静的有些可怕 一丁点的声音都没有 这个时候他还比较希望外面没有动静 如果有的话 那一定不是人 就这样 他躺在尸袋里静静的等着 等着某种转机的到来 如果他刚才放出无头鬼影有用的话 那么转机就一定会来临 相反 如果情况没有好转 反而变得更糟糕的话 阳间或许就要困死在这里了 打开手机 看了一眼时间 上面显示10点20分 这不是晚上的时间 而是早上的时间 实际上现在的这个村子里应该还是在白天才对 可如果走出去看一眼的话就会发现 现在的村子里漆黑一片 没有星光 没有灯光 甚至是连狗叫声都没有 周围透露出了一种诡异的死迹 完全感受不到一丁点活人的气息 任何人待在这种地方都会毛骨悚然 更别说这村子里还已经明确的肯定了 存在着某些真正的厉鬼 那无头鬼影别让我失望啊 你可是至少价值一个亿的东西 把你放出如果没有起到效果的话 天知道我损失有多大 对于刚才讲无头鬼影亲手放出去的举动 杨坚没有感觉后悔 只是感觉肉疼 一个亿就这样飞走了 而且这次没有严厉合作 应该没有继续再关押他的机会了 或许是躲在尸袋里的缘故 杨坚从10点20分开始 一直到一点半 足足过去了三个多小时 他依然安然无恙 既没有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 也没有遭受到厉鬼的攻击 平安存活了下来 2000万的装尸袋没有浪费 看来厉鬼的力量就算是在大也无法影响黄金 那个布鲁斯皮教授真是一个好人 将这种研究成果公开 要是连躲都没有地方躲的话 那才真是绝望 不过这种躲避不能一辈子 虽然尸袋里杨坚提前准备了一些干粮和水 但也顶多能撑上几天时间而已 如果这段时间还没有转机的话 那么就只能走出尸袋去拼一把了 长似乎的平安无事让他心情逐渐放松了起来 已经确定在尸袋里不会有事之后杨坚也没有那么紧张了 他想了一下 决定再给刘晓宇打了一个电话 卫星定位手机还能使用 信号也没有断 电话很快接通了 喂 是我 杨坚吗 刘晓宇立刻接通了电话 我是杨坚 现在我被困在黄刚村了 之前你给我的那份黄刚村事件的档案有问题 有人刻意地对遇鬼者逢全的报告做了删减 我个人猜测 黄刚村事件当中牵扯到了其他的事情 杨坚开口道 刘晓宇一惊 立刻道 不可能 档案是直接从档案室里调出来的 想要对档案做出删减 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有这个权限的人不多 你是在怀疑总部里面有人搞鬼 大昌市小强俱乐部 经理人孙力宏 一个拥有驾驭第二只立鬼 延长立鬼复苏的方法档案的删减 你觉得这里面透露出了什么信息 杨坚压着声音问道 刘晓宇看着手中的铅笔 没有继续记录了 这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些匪夷所思 杨坚道 你不说 但你心中也已经多少意识到了 这背后有总部的影子 只有总部参与 才能拥有这样大的能量 我觉得这次事件是人为策划的 用驾驭第二只立鬼的方法为筹码 让遇鬼者解决黄刚村灵异事件 因为我们是民间遇鬼者 是不受控制的潜在威胁 所以那个公司想要用这种手段 让我们去主动解决灵异事件 当然也有可能蕴含着其他的个人目的 毕竟我们这些人就算是任务失败 死了也不在乎 反正遇鬼者也迟早是要死于立鬼复苏的 与其死于立鬼复苏增加灵异事件数量 倒不如让我们死在被隔绝的大事件当中 反正一只鬼也是封锁 两只鬼也是封锁 这算是废物利用吧 小强俱乐部应该就是中间人一样的存在 我敢肯定 全国我们这种情况不是第一列 这事情我真的不清楚 但我可以为你调查一下 如果档案真有删减的话 我会为你负责的 刘晓宇认真的说道 杨坚道 不 我不是城市负责人 你没有必要为我负责 我打这个电话只是要确定一下事实 待会儿如果我死了 也让我死个明白 刘晓宇心中一领 听杨坚这种语气 那边的情况必定是相当的紧急 可是面对这种质问 他根本就回答不出来 因为这事情刘晓宇的确是不知道 这个时候队长赵建国走了过来 拍了拍刘晓宇的肩膀道 我来和他交谈 你负责记录就行了 好 好的队长 犹豫了一下 刘晓宇让开了位置 喂 杨坚吗 是我 赵建国 赵队长你好 杨坚道 赵建国道 大致的情况我已经清楚了 你之前的猜测的确是存在着很强的合理性 但是遇轨者总部内的各个部门是相互协调的 我不知道其他部门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但我敢拿性命担保 我们国际遇轨者这边一直是以解决灵异事件为首要目的 任何的个人恩怨 利益是非 到这里都不存在 我们不会因为你还不是负责人就差别对待 这一点我敢保证 另外你之前为大昌室解决了一件灵异事件 这里也有记录 也为你记了工 等你加入了总部之后你就会清楚 如果你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这边协助的 尽管说 我赵建国一定会尽力替你做到 但还希望不要因为一点推测就对我们产生怀疑 杨坚道 帮助的话 我的确有一点 我要那个公司的真正负责人在黄刚村外来见我 以你们的能量通过一个叫孙力宏的经纪人 顺藤摸瓜的话一定是能够办到的 不 是必须办到 当然 如果我死在了这里那一切就可以不作数 但如果我活着 而没有见到那个负责人 那么一切后果自负 赵建国脸色瞬间凝重起来 杨坚 你冷静一点 这边会尽力帮你调查清楚的 没有尽力两个字 而是必须 另外再提醒赵队长一句 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一通电话 我有办法杀光你们所有人 杨坚声音有种诡异的冷漠 所以你可以把这事情看作是 要挟 挂了 嘟嘟Tilder 电话挂掉 街线室内一片安静 附近其他的街线员皆是睁大了眼睛 一副恐惧无比的看着赵建国 一通电话杀光这里的所有人 这如果是真的 那后果难以想象 赵建国 这个遇鬼者的精神状态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开始产生了报复的想法 不建议继续接触 另外为了大局着想 部门暂时停止运行 关闭所有通讯 报告现在就做 一个看上去是同级的文职走了进来 严肃道 PengTilder 不等他说完赵建国 猛地砸了一下桌子 脸色格外难看 他低吼道 不行 部门绝对不能贪 否则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那就关闭那个遇鬼者的通讯 将他从通讯之中删除 那文职建议道 更不行 你刚才也说杨坚的精神状态不好 你这种行为一旦刺激了他 后果你来负责 而且你封锁一部手机的通讯就一定有用吗 如同他通过其他的渠道打进来了呢 你想见到鬼来电事件在这里再次上演吗 赵建国盯着他道 不过老子现在就是想知道 那个狗娘养的东西动了档案 他们知不知道这种删减档案的事情是会害死人的 此刻 赵建国十分的恼怒 自己这边苦心经营 招揽一位遇鬼者 刚建立了一些信任 就闹出了这种事情 这要是传出去的 所有的总部遇鬼者必定心生怀疑 到时候人心一乱 这亚洲分部只怕也难继续办下去了 总有一些害虫唯恐天下不乱 老子真想避了那些人 赵建国怒气难消 刘晓宇 你继续负责杨坚 用你能想到的所有办法稳住他 我去替杨坚查一查 那个什么公司到底是有什么背景 三天之内我要让那个公司什么负责人 站在黄刚村外去 是 队长 刘晓宇立刻道 赵队长踢开大门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他在总部的级别虽然不高 但在外面就不一样 而躺在师代之中的杨坚 却是一脸冷静 并没有失去理智 他这通电话只是为了确保之后的交易正常进行 同时也想看看那个公司的负责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当然 这一切都建立在他能活着离开的基础上 如果死了 一切白谈 只是眼下躺着也是躺着 不如安排一下之后的事情 省得到时候又费心 这通电话打过去 赵建国那边要急了吧 不过关我屁事 是自己放出去的无头鬼影 还是那败退的病鬼 亦或者是最让他忌惮 可以轻松杀死一位遇鬼者的凶鬼 脚步声越来越近 杨坚心中高度紧张 他甚至有种忍不住打开尸袋 在睁开鬼眼往外面看一眼的冲动 还是这些人的阻值 但是一个人的阻值 什么阻值 因为这都可以来到